关注大马 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N怀语新闻 你好 我是拉斯达 我们来看新闻焦点 为了严防Omicron变种毒株入侵 不过将实施更严格的边境管控 暂停过渡到地方流行病阶段 卫生部昨天在国会展开定期冠病栽检 侦查到25例确诊病例 相信极大可能涉及Data变种毒株 目前正在等待基因组研究的完整结果 暂停不严打暴力14页者 乔装许克监察食物的效果 自11月6号以来 一共展开4000多次菜单行动 最早发现在非洲国家的Omicron变种毒株 如今已经扩散到多个国家 国防部高级部长的特殊 宣布官病四方部长级第九次 会议议决 暂停我国新冠疫情 过渡到地方流行病阶段 直到对Omicron变种毒株 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政府也会加强边境管控 延防这种新变种毒株 入侵我国 派遣于国家的独立 去扩养 给 KKM untuk menentukan tindakan-tindakan yang selanjutnya berhubung kait dengan keluar masuk sempadan dan apa jua SOP yang perlu diumumkan daripada apa yang kita pantau di rantau ini dan di dunia kita berada di dalam keadaan yang sama dengan 中国最初的膽量和新兽疫苗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因为我们在中的原则 永远向静心 和静心疾病 在 COVID-19期上 医生保陪众说 医生保陆正在展开密切观察 以获取Omrine变种毒株 有关潜伏期 症状和传染率的详细资料 他补充目前处于国家复苏计划 第三和第四阶段周数的标准作业程序 维持不变 同时政府也将对已经通报 Omicron变种毒株扩散的国家和地区 实施更严格的边境管控 而卫生部会在不久之后发布详情 我国昨天通报 55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累计30425例 新增死亡病例有8例为送院前死亡 累计6153例 另外我国昨天新增9个感染群 目前全国累计感染群增加到5947个 根据卫生部Coffice Now的数据 雪兰儿昨天新增最多死亡病例 共有10例 其他邦州和指甲区 登嘉楼和吉隆坡各增6例 宾城和沙巴各增5例 吉兰丹、彭亨、霹雳和沙拉月各增4例 柔佛3例、马六甲和斯美兰各增2例 吉达、玻璃市、纳敏以及布城 则没有通报死亡病例 目前活跃病例也减少344例 到65153例 其中81.3%或52954人居家隔离 10%或6539人入住低风险隔离与治疗中心 7.9%或5151人住院 509人在交互病房接受治疗 其中252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至于感染群方面 虽然目前的活跃感染群剩下231个 但卫生总监丹西诺希尚透露 在第47个流行病学州 除了职场和境外输入组别之外 国内所有组别的新感染群都呈上升的趋势 情况令人担忧 第14届第4季第二次国会下议院会议 目前正在进行 卫生总监丹西诺希尚透露 在会议进行期间 国会下议院和卫生部都有定期展开 官便检测 而根据检测结果 至今一共检测到8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诺希尚发文高指出 卫生部在国会议会进行前 在10月22号到25号展开官病检测 并发现18人确诊新冠肺炎 全部病例立即被隔离 并且没有出现感染群 10月27号到11月28号 则发现41例确诊 万者同样立即被隔离 且没有感染群的报告 而在前几天 也就是11月29号 当局在出现25例确诊 被确认的病例CD值介于13.7到36.11 经过PCR基因分析分析 目前全部的样本很大可能是Data变种病毒 为了确认变种病毒的类型 大马医药研究院已经展开基因组研究 目前还在等待完整的结果 文医上说 吉隆坡和布城卫生局也在展开调查 追踪密切接触者 同时评估风险 确认感染的源头 他还说 卫生部会不时通报国会的疫情 劝请出席国会的人 自行观察健康状态 假如出现感染症状 则不要出席国会 并立即进行检测 寻除治疗 在科技发达的当下 数字化已经成为各领域必要的变革转型 就连传统媒体也不例外 不过首相德德斯伊斯曼萨比相信 传统媒体依然有生存的空间和相关性 因此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冒起而宣告终结 而在时事资讯底下 首相希望新闻和媒体从业员 可以共同传达大马医药的概念 media dan wartawan boleh terus memainkan peranan seperti yang telah dilakukan sekian lama iaitu menyampaikan hasrat kerajaan kepada rakyat dalam situasi semasa media dan wartawan boleh sama-sama menjayakan konsep keluarga Malaysia yang diperkenalkan dalam pentadbiran kerajaan hari ini kewartawanan tradisional yang melalui proses pengesahan penyuntinan yang ketat pastinya menghasilkan berita yang benar atau sahih dan sekaligus membolehkan rakyat memahami konsep sebenar keluarga Malaysia atau dasar kerajaan yang lain Ispan Sabi昨晚在出席2021年 大马新闻从业员之夜 即2020年大马新闻 协会国游新闻奖颁奖奖典礼 并在会上发表致辞的时候 这么指出 首相也指出 记者愿意面对危险 包括为完成采访任务 和面对染疫的风险 记者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在实施行管令期间 为受困在家的民众提供资讯 并能够让他们掌握 国内外的最新局势 因此赞扬记者是无名英雄 首相还在会上宣布 政府同意继续 维持每年5月29号 为国家记者日 并建议加强一个 涉及东南亚和其他区域的 记者合作网络 以便各国之间 可以更轻易地达成共识 Masha不自11月6号起 展开菜单行动 执法人员乔装成民众 进入餐馆进行价格巡查 截至昨天 当局共突击4000多加14 其中有45次 针对违利业者采取对付行动 Masha不昨天对学邦 各打华山一带的餐饮业者 进行突击 该部执法组总监 Azman Adam证实 确实有业者没有著名食物价格 以及有些标价和菜单上的价格 不一样 他表示 尾利的业者会在 2011年价格统治 及反暴力法令和 1972年 度量法令下遭到对付 他补充 贸销部不会再对违法商家 作出警告 反而会直接在 2011年价格统治 及反暴力法令下 对他们采取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马兴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马兴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企业家发展 合作社及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 Dato' Muhammad Isha 表示 开启旅游走廊计划 是提升经济活动的最佳方法 尤其能帮助恢复人民及企业家的经济 他在出席柔佛州最佳合作社颁奖典礼时 在记者会上这么指出 农业电子商务平台Agrotrust 昨天在农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举行开幕 相信有了这个平台 农业产品将不再受到中间上的剥削 提供消费者更便宜的价格之余 也提高生产商的利润一举两得 农业与食品工业部长 Dato' Sri Ronakandi接受访问时表示 电子平台的诞生符合该部的宗旨 也就是为小型生产业者提供更多市场机会 他也呼吁私人企业和农业 接业者积极参与与政府一起创办更多的电子技术 提升国人的收入 政府承诺将继续致力维护外籍女性劳工的权益 让她们安心在活国工作 外交部长的Dato' Sri Fuling表示 当局将会透过多项活动和计划 来提倡她们的福利 庇护和社会权益 掌管多边事务的外交部副秘书长Dato' Sri Ronakandi 受邀出席亚太广播发展机构举办的 媒体对外籍女性劳工的角色 线上研讨会 他致辞时表示 我国将会采取多方合作方式 防止和消除社会对女性劳工的歧视和迫害 政府将会采取多方式 截至今年10月 我国共有22万1309名外籍女性劳工 从事家庭和制造业的工作 占总外籍劳工的19.44% 大马杯迎来百年赛选 昨晚在武吉加里尔体育场上演激烈的决赛系码 原本不受看好的吉隆坡足球队 最终以2比0战胜柔佛达鲁塔克辛 事隔32年之后再次勇夺冠军 本届大马杯决赛在柔佛队和吉隆坡队之间展开 柔佛队在上半场占据主动 但吉隆坡队防守严谨 两队比分同为0 来到下半场 吉隆坡队首先发力 在第66分钟 萨弗里亚亚获得队友的左侧传球后 终于打破僵局 射门得分 取得开门红 7分钟之后 队长帕罗霍素再次进球 以2比0胜出 也是自1989年后 该队再次夺得冠军 柔佛队则曾在2017年和2019年夺冠 当时该州政府颁布第二天为特别假期 创办于1921年的大马杯 今年正好迎来第100届 由于疫情严重 去年的大马杯被迫取消 今年也只出售2万张门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